清朝嘉庆年间 内阁大学士兼梁广总督吉庆 在广东巡抚衙门离奇自杀身亡 就在自杀前 吉庆刚刚被嘉庆免去了总督之路并接受查办 那么堂堂一品大员 吉庆到底遇到了怎样的麻烦 他为何会被嘉庆查办 他会是因为触犯了国法而畏罪自杀吗 历史学者张成将为您讲述 总督自杀案比己都府不合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讲一起发生在清朝嘉庆年间的总督自杀案 案子发生在嘉庆七年 也就是公元1802年的11月20日 当天上午 内阁大学士兼梁广总督吉庆 带着仆人前往广东巡抚衙门 广东巡抚接受梁广总督的管辖 梁广总督为什么要屈尊去巡抚衙门呢 原来啊之前广东巡抚糊涂里通知吉庆 说巡抚衙门接到嘉庆皇帝的圣旨 让吉庆来接圣旨 吉庆来到巡抚衙门后 广东巡抚糊涂里端坐在大唐之上 不行礼也不寒暄 一点都不客气 吉庆在大唐站定后 糊涂里拿出上誉 大声宣读起来 在上誉中 嘉庆皇帝下令 免去吉庆的总督职务 等候钦差大臣到来后 会同糊涂里查办 这道圣旨对吉庆非常不利 让总督接受巡抚的查办并不多见 这说明啊 总督已经完全失去了皇帝的信任 宣读完圣旨 糊涂里趾高气扬 他命令 来人啊 摘去吉庆的顶带 脱去吉庆的官服 给他换上囚服啊 吉庆没有反抗 被差役们抓住 更衣换装 跟着吉庆一起来的仆人们都很震惊 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老爷遇到了什么事 他们更不会知道政府高层的权力斗争 就在仆人们惊慌的时候 糊涂里又大声吆喝起来 罪官吉庆 接受审讯 无官人等都给我赶出去 差役们气势汹汹 恶狠狠的就把吉庆的仆人们赶了出去 巡抚大人清场了 迫不及待的就要开始审讯吉庆 吉庆的仆人们被赶到了衙门外 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没一会儿功夫 巡抚衙门的差役 跑了出来 大喊 不好了 你们家的大人自尽了 仆人们赶紧跟着差役跑进去 一看 看到自己家的老爷直挺挺的躺在地上 满脸通红 已经气绝身亡 梁广总督 威震一方的封疆大力 竟然在进入巡抚衙门短短的时间内选择了自杀 这一结果让人匪夷所思 身为堂堂一品大员的总督 吉庆为什么会被比他官低一冷的巡抚查办 他进入巡抚衙门以后 衙门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选择自杀这种过激的体重 这就要从吉庆到底是何许人也说起了 吉庆是满洲正白起人 出身相当高贵 首先满洲正白起是上三起之一 在八起当中地位高 其次吉庆的家族是正白其中最高贵的家族 爱新觉罗 吉庆的全名是爱新觉罗吉庆 他和嘉庆皇帝往前推五百年 那是一家子人 吉庆的家族啊 拥有齐都尉的侍习爵位 他的父亲万福曾经外放过江宁将军 吉庆可以说是诞生在官宦世家 吉庆生长在这样的家庭 注定就是要走仕途的 吉庆的人生轨迹也是这么设计的 他年纪轻轻就进入官学读书 由官学生进入仕途 历任内阁中书 仕读御史 副都统 兵部侍郎 升迁的速度非常快 在北京完成资历的积累后 吉庆外放地方 历任山东巡抚 浙江巡抚 在嘉庆元年 升任梁广总督 期间因为镇压地方骚乱 有功 家太子太保 又兼协办大学士 真正算是 我们常常说 性格决定命运 而人生经历塑造性格 所以一个人的过去的经历 和未来的命运 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来看 吉庆的经历 有两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是血统高贵 第二是试图平步清云 顺风顺水 这两个特点 就塑造了吉庆的性格 吉庆有什么性格呢 首先啊 吉庆 连洁 清高 对钱财 看得很淡 对得失 也看得很淡 他主政一方的浙江 广东 是中国经济 最发达的地区 官员们啊 稍微放纵一下自己 就能够满载而归 但是吉庆却没有拿一分一毫 据说他出任梁广总督后 把总督衙门后院的所有房间都封锁起来 在院子当中啊 自己搭了三间捡一房 房子没有任何装饰 只能遮风挡雨 房间里面啊 只有一张床 一张长脊 几把椅子 几本贤淑而已 吉庆 办公 会客 饮食 起居 都在这三间检疫房里面 这个例子啊 特别能说明吉庆这个人 洁生自好 廉洁清高 吉庆性格的第二点啊 是他 做人忠厚 颇有 长者风范 我们也来举个例子 嘉庆四年 和尚倒台 嘉庆皇帝啊 公布和尚的 二十大罪状 下发到全国的总督和巡抚 让大家讨论 如何处置和尚 表面上说啊 是让大家发表意见 其实呢 是逼大家表态 直立总督 胡继唐 在罪状公布的四天后 就把奏折 递到了紫禁城 他大骂和尚是 无耻小人 罪不可恕 死不足惜 不仅要斩首 而且要凌迟处死 也就是千刀万挂 胡继唐是第一个表态的 其他总督和巡抚 也争先恐后 都要求把和尚斩首 似乎啊 把和尚骂得越厉害 越能够和他划清界限 似乎啊 把和尚千刀万挂了 才能表明自己的立场 在嘉庆四年 处理和尚的话题 非常敏感 涉及官员战队的大问题 这事啊 说简单简单 动动嘴皮子的事 说难也很难 皇帝想要你选的队伍 不一定是你内心想战的 在所有的总督当中 吉庆是唯一一个没有落井下石的 他回复给嘉庆皇帝的奏折 虽然也骂和尚 但是骂得最轻 对于如何处置和尚 吉庆强调 依法办理 表态含糊不清 吉庆是在隋大六 敷衍了事 好在嘉庆皇帝也是个忠厚长者 他知道吉庆的性格就是这样 没有追究 说了这么多 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来 吉庆是一个很干净 心态平和的人 很有贵族气度 然而 就是这样一个心地干净 心态平和的人 却在光天化日之下 死在了胡图里的巡抚衙门 这让胡图里也慌了身 虽说嘉庆皇帝免了吉庆的职 但是负责审查的钦差大臣 还没有到达广东 胡图里又为何敢在钦差大臣抵达之前 独自审讯比自己官高一比的吉庆呢 历史学者张成将继续为您讲述 总督自杀案第一集 都府不合 我们来看看胡图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胡图里也是满洲正白奇人 但是胡图里没有吉庆那么好的政治背景 他最大的政治背景是在乾隆52年考中了晋士 很多人就会说了 每届录取的晋士两三百人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呢 要注意 清朝考中的晋士 基本上是汉族人 满族人的文化教育程度比较低 考中晋士的奋毛麟角 所以满族晋士那是相当宝贵 满族人当时想当官 不是依靠家里祖宗的功劳 由朝廷直接安排工作 就是走世卫 官学生 笔贴士等等 旁门左道 世卫官学生 笔贴士啊 等等也都是 朝廷为了解决八旗子弟的工作问题 特别照顾他们的 所以满族官员遇到晋士出身的 汉族官员 总有那么一点点抬不起头的感觉 现在好了 咱们八旗子弟也有晋士了 所以从皇帝到一般满族人 都捧着他们 重用他们 糊涂里就是这么一个满族晋士 考中以后平步清云 扶摇直上 他在嘉庆五年 也就是考中晋士当官 十三年后就外放广东 鼠里巡抚 两年后实寿 一般的汉族人 考中晋士十三年 很有可能还是支县 应该说啊 糊涂里升迁的速度非常快 糊涂里的书读得好 考中过晋士 按照常理来讲呢 应该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 但是他却性情暴躁 糊涂里当官后啊 常常训斥下属 当时啊 官场流行一个笑话 说 糊涂里担任巡抚的时候啊 有一次 一个下属来拜见他 因为某件事情啊 受到了糊涂里的训斥 那个下属是诚惶诚恐 赶紧请罪 连忙说属下糊涂该死 糊涂该死 谁知他越说糊涂该死 糊涂里就越生气 把这个下属啊 骂得越厉害 扬言要重罚 最后 这个下属才意识到 自己不小心触犯了 糊涂里的名讳 赶紧闭嘴不说话 这场闹剧 这才收成 从这个例子当中啊 我们可以看出 糊涂里这个人的两大特点 第一是 他的仕途很顺利 风光得意 第二就是 他有粗暴 急躁的一面 这一点和急性 非常不一样 现在 一个性情暴躁的巡抚 和一个性情平和的总督 搭班子 相互配合工作 又会摩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青史稿记载 糊涂里一到广东担任巡抚 就多次和梁广总督 急庆产生了矛盾 矛盾的核心就两个字 争权 糊涂里啊 在很多事情上 非常有主见 而且固执己见 强硬推行自己的主张 根本就不照顾梁广总督 急庆的利益 急庆 级别比糊涂里高 又是广东 广西 两省的最高长官 完全可以利用 权势来打压糊涂里 但是急庆对糊涂里的强硬 嚣张 多次宽容 不计较 他是一个性情平和的人 不愿意和糊涂里爆发冲突 所以能让的都让在糊涂里 急庆的想法是 将心比心 我好好待你 你迟早会明白我的苦心 也会好好待我 急庆步步退让 糊涂里却得寸进尺 越来越嚣张 他们的紧张关系闹得满城风雨 大家都知道 广州城里都府不合 那么急庆与糊涂里的不合 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性格迥异吗 都府不合 与急庆之死 又是否有人系难 历史学者张成将继续为您讲述 总督自杀案的第一集 都府不合 都府不合是清朝普遍存在的现象 并不只是急庆和糊涂里两个人的问题 它可以说是清朝政治体制的一个通病 有着深刻的制度原因 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制度设计 导致都府不合 总督巡抚的官制都开始于明朝 朝廷派遣某个官员去某个地方巡视 解决特定的问题叫做巡抚 派遣某个官员督察好几个地方的军政事务 这叫做总督 总督也好 巡抚也好 一开始都类似于清差大臣 是中央政府官员的一个临时差事 慢慢的 因为总督巡抚在地方上的实际权力太大 地方官员对他们唯命适从 而朝廷又觉得 这种直接派人插手地方事务的管理方式 更直接 更有效 就把总督巡抚给普遍化 常态化了 几乎每个地方都有朝廷派下来的总督巡抚 结果呢 总督巡抚就成了最高地方长官 在中国历史上 这是一个差事 易化为植物的典型例子 清朝夺取天下后 在关内的十八个行省 继承了总督和巡抚制度 一般在一个省份设置一个巡抚 又在巡抚之上设置了管理一到三个省 不等的总督来镇守地方 巩卫中央 这样一来呢 总督和巡抚管辖的范围就是重叠的 从根本上来讲啊 管辖重叠就会产生矛盾 发生冲突 雪上加霜的是啊 清朝有关总督巡抚的职权设计 进一步恶化了双方的关系 如果总督和巡抚没有驻扎在同一座城里 矛盾还不太突出 比如 两江总督管辖江苏江西安徽三个省 驻扎在江苏的省会南京 他和驻扎在南昌的江西巡抚 虽然有管辖关系 但日常工作往来不多 所以矛盾并不突出 但是江苏巡抚也驻扎在南京 他和两江总督的矛盾就大得多了 为了避免和两江总督的矛盾 后来江苏巡抚干脆就转移到了苏州驻扎 广东巡抚的命就没有江苏巡抚那么好了 他始终和梁广总督一起驻扎在广州 有个专有的历史名词称呼这种现象叫做都府同城 凡是都府同城的地方 总督和巡抚的矛盾就没有断过 我们来看两个都府同城导致的激烈冲突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就发生在梁广总督和广东巡抚之间 张之洞担任梁广总督的时候 广东潮州之府出缺 需要广东部政史提名一个新人选 张之洞就告诉当时的广东部政史尤百川 说要提名谁谁谁 尤百川很为难 因为广东巡抚也向他打了招呼 要提名另外一个人 怎么办呢 尤百川犹豫再三 最后决定还是听自己直接上府的 提名了广东巡抚打招呼的那个人 张之洞知道后大怒 马上把尤百川叫来 一顿痛骂 你竟敢表示我一心向巡抚献媚 你凭什么这么做 尤百川解释说 卑职哪里敢对总督大人不敬 实在是卑职夹在总督和巡抚 两位大人之间很难办事 按照惯例呢 总督大人总管军事 巡抚大人侧重于民事 我也是不得不暗制办理 张之洞就更生气了 好 既然你这么说 你快去把相关的依据找出来给我看 如果真的是像你说的那样 我以后也就不管广东地方民事了 尤百川害怕了 赶紧回去从朝廷的各项规章制度当中寻找依据 可惜啊 他认为的总督管军事 巡抚管民事的观念 是大家约定俗成的一种分类 并没有法律依据 尤百川根本找不到正式条文 又担心又劳累 最后都吐血了 而张之洞呢 又不断的催他 逼得尤百川没办法 最后办理了并退手续 从此 张之洞这个梁广总督啊 把广东的实权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广东巡抚就成了摆设 后来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管理湖北湖南两个省和湖北巡抚同城驻扎在武汉 湖北湘阳县支县出缺 要提名新人选 张之洞就要当时的湖北部阵使陈宝征提名朱某 而湖北巡抚谭济巡 则要陈宝征提名张某 陈宝征又遇到了尤百川的难题 不过陈宝征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 他就挂出了两块牌子 第一块说奉总督命令委派朱某属理襄阳之县 第二块牌子说奉巡抚命令委派张某属理襄阳之县 于是舆论大华 总督张之洞和巡抚谭济巡都埋怨陈宝征 但无可奈何啊 因为地方州县官员的提名权是部阵使的法定权利 陈宝征是坚决不收回挂出去的两块牌子 事情彻底闹僵了 民间议论纷纷 湖北省的各位倒台支付就凑在一起 大家觉得再这么闹下去 影响太不好了 所以大家就去劝陈宝征 陈大人别这么做 撤回一块牌子吧 陈宝征说 委派属理官员是我的职权 总督和巡抚大人都要干预 挤压的部阵使没有空间了 这是目中没有部阵司啊 最后 因为陈宝征的坚持 张之洞和谭济巡不得不妥协 放手让陈宝征委任了他自己重义的人选 因为都府不和啊 普遍存在 所以在戊戌变法的时候 凡是都府同城的省份 一律才撤了巡抚 但是 吉庆和胡途李没有赶上戊戌变法 他们还得面临都府不和的老难题 由于都府同城的弊端 以及两个人截然不同的性格 使得吉庆与胡途李长期不和 他们的矛盾将如何发展 又会爆发出怎样更为激烈的冲突 吉庆死亡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胡途李是否能够脱得了干性 嘉庆皇帝又将如何处理 这起轰动朝铁的总督自杀案呢 请明天继续收看 内阁大学士兼梁广总督吉庆 在广东巡抚胡途李的衙门离奇身亡 因为吉庆和胡途李长期都不和 胡途李就成了吉庆死亡的重大嫌疑对象 那么总督吉庆死亡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明天的节目里将为您讲述 总督自杀案第二集 《狂真相》